那屎盆子呀 便禁往我们农民神人扣 我们接不住 先看条视频 在这个广大网友 以及广大农民朋友的共同呼吁下 在春耕迫在眉睫的情况下 有些地区限时间限区 焚烧结杆了 近期 发生了多起焚烧结杆引起火灾的事件 又有人开始大做文章 把屎盆子 又扣到我们农民身上了 我想代表农民问你们几个问题 为啥早不让烧晚不让烧 偏偏等到天干雾燥的时候你让烧了 等到村风大的时候你让烧了 有些农民的挖地 喜嫩 想上烧不了 这个时候你让烧了 如果去年秋天投下雪之前烧不好吗 既把地整好了 又把虫子 杀掉了 对吧 定军也都干掉了 如果结杆在最佳的时间 最恰当的时机烧掉 地方 有组织有纪律的烧 那还会有这一幕幕的火在现场吗 别一处事就把责任推给我们农民 你那屎盆子 农民接不住 真实的老铁 红心加号过南面下的 这个视频欢迎各路专家反驳 欢迎所有农民发表看法 一直在看的 这三 二十四 一 二十五